这部国产动画播出后引起巨大轰动 网友们更是给他打出了9.5的超高分 今天宇哥就带大家领略一下这部神剧 一个普通夏日 小猪妖在寻山时睡着了 被乌鸦兄弟抽醒 喊去大王洞开会 原来五天后 唐僧师徒四人要途经此地 妖怪大王为长生不老 想尝尝唐僧肉的味道 唐僧肉这么多年了 宇哥我也想尝尝呢 大王说了 表现有功的 能分到一勺肉汤 所有妖怪听到后沸腾了 熊教头命小妖怪们 明天前做出一千支剑 小妖怪听后 心心满满的努力起来 将竹子砍下了削成多段 再将剑头削尽 小猪试着一头 这也飞不动啊 于是他灵机一动 捧了乌鸦兄弟一根毛 掐在剑杆后部 试着再一头 哎呀我去 比刚才稳多了 不久后 所有小妖们的剑都做好了 没有乌鸦兄弟 动的枝打冷颤 原来毛全被猪脚地 嚎走做羽毛剑了 小猪详细讲了这只剑的优点 收的却是 你在教我做事 被背对所有剑 要求重做 否则猪头不保 这天 两小妖在擦锅 看到正在被大王擦拭 盔解的狼妖 给小猪羡慕的不得了 但想干这活 至少得修炼三十年才行 这时 熊教徒来了 发现这百年老锅上的油 根本没擦干净 也是 这小瀑布 自然擦不干净 于是 熊哥让小猪 抓住自己的熊掌 直接拿它往锅上擦 哎呀我去 这猪脑毛果然好使 哎 你轻点 这毛都突入了 这力气活 还得让牛兄干 这天的活挺多 熊教徒决定 让这俩没毛的废物去砍柴 晚上前 砍够一千斤回了纠柴 俩人越想越觉得 这任我根本不可能完成 最后一合计 决定解献成的 去抢人类砍好的柴火来纠柴 于是 俩人在小树流里 装神弄鬼 抢了一位 农夫辛苦砍了的柴火 道义有道 咱也是被逼的 只劫才不多命 随后 小树又来到一户人家去偷柴 听到屋里的人家说 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是个盖世英雄 天兵天将都拿他没拙 将柴火搬火就 乌鸦兄弟说 刚才无意间 看到了大王布置的 机密机关陷阱 几位小王说 这也是大王 打不过孙悟空才布置的 这时狼蒙来验收了 结果提鼻子纹了半天 被乌鸦兄弟逮走了 原来他发现了 小鸭的擅闯机密 重地之势 随后又一把火收了 好容易收集的柴火 原来大王贤家的柴火 太普通 让小妖们 去采两千斤山胡同木 用它烤肉才够味 那你也别烧了它呀 第二天 中小妖 一个个被折磨得 萎灭不振 不成妖样 还差一千八百斤 才能完成任务 熊救头 让小猪去镇里买自然 花椒 于是小猪装扮成 人的样子去买货 听到说出人 正在绘声绘色演绎 唐僧师徒四人的故事 小猪脑海中 很快出现了 这四位大神 英姿萨爽的样子 并得知 孙悟空原本也是妖怪 回大王洞前 小猪买了包子 顺路回家 去看老妈和弟弟妹妹 老妈一口也没舍得吃 都给了孩子 煮饭儿子多喝水 照顾好自己 让儿子别老想着跳头 踏实跟着大王干 早日修炼成精才是正道 到了唐僧师徒四人 途经这里这天 熊舊头与中小妖守在 装了机关陷阱的山头上 弓箭埋伏 则之 小鸭子再也回不来了 小猪因紧张想去尿尿 尿完后 在后期心的驱使下 也偷看了大王的机关心境 被眼尖的狼大人看到 开始追着他杀猪灭口 你给我站住 眼看小猪骄被追上 猪命不保之时 一团金光照耀到这里 狼大人被正义的金光 烧红鼻头 逃了回去 看到救了自己 小命的尸徒四人 小猪热泪盈眶 冲上去报恩 提醒尸徒四人 这里有信教 千万别过来 却被悟空 一个蹬跳打倒在地 还是丢了小命 悟空 那小妖刚才在喊什么 师父 管他喊什么 妖怪一棒子打死鞭鸽 大王洞的大小妖怪 拿理着尸徒四人的对手 被八戒分分钟秒杀 甚至不许猴哥出手 机关线角也很小而刻 原来之前猴哥 也听到小猪说的话 为了不惊讨其他妖怪 才演戏给他们看 小猪自然也没死 被悟空扶起 得罪了三根保命毫毛 真是好猪有好报 一个货狼背着两只鹅 要将它们送到邻村 途经一个名叫鹅山的地方 这里的山路崎岖难行 这时他突然发现 拐脚处伸出一只手 货狼战战兢兢聊到近前 发现原来是个 腿受伸的狐妖 相貌极其恐怖 吓得他一溜烟向回跑 却发现那只受了伸的狐妖 又出现在身后 货狼后患没听猎人的话 不该来这鹅山 狐妖指着那头 让货狼背着刀 到那边的山顶 货狼当然不愿意去 但不等的回复 狐妖已经直接 飘进了货狼的背楼里 坐在了两只鹅的中间 向山顶方向指去 货狼立刻像只提线木偶一样 悠悠晃晃的向那边走去 途中险些滑下深坡 狐妖用他的法术 化解了这次危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爬行 货狼终于抵达了山顶 却发现 杯楼里的两只鹅 也惊进了狐妖的肚子 狐妖坐在地上 咯咯笑着 为感谢货狼将自己 杯上山 狐妖又请他 喝一杯薄酒 瞬间他鼓起大嘴 将长手伸进口中 拿出一盒酒具 给货狼 沾了一杯迷魂酒 货狼感觉 自己盛着小粥 在滔滔海水中徜徉 人后坠了下去 酒味饮 人也醉 此时他才知道 一切都是幻觉 一杯酒下肚 他感觉整个脑袋 像气球一样仗了起来 脑袋和山一样大 片刻后才缓过神来 发现 方才自己又入了神 酒直微醺 狐妖又从口中 拉出他的心上人 一只兔妖 没自己针酒 兔妖生得妖艳妩媚 没活哥针了酒 两腰对饮 毫不快活 狐妖的酒精上来 打着哈欠 趴在地上睡着了 兔妖向货狼 打着虚神的手势 说他也想请自己的 心上人出来相会 求货狼勿言 于是兔妖也从大嘴中 请出了猪妖 这怎么有点 五大郎的感觉 兔妖便出一只屏风 挡在狐妖身前阻挡 两腰刚想饮酒 狐妖又打起了哈欠 兔妖忙过去躺下 伴在身边 没得山逢安神 哪知此事 猪妖也打着虚神的手势 请出了自己的心上人 这是一只大鹅 飞到地上 变成了鹅女 本就对鹅 有着特殊感觉的货狼 瞬间坠入爱河 猪妖已睡着 货狼趁此机会 与鹅女聊了很多 两人互相给对方讲 山里山外的故事 鹅女求货狼 将她带去山外 她会变成一只鹅 住在鹅龙中 但看着猪妖 货狼担心 鹅女也对自己不忠 也像他们一样 另有一中人 有一片刻后 才下定决心带鹅女走 却为时一晚 狐妖已醒了过来 猪妖近桌 一把将鹅女 捧回自己口中 随猪妖也被兔妖 拉回口中 再然后 兔妖也被狐妖一口吃掉 一切重新回归到了原点 再次向货狼表示感谢后 绝了一只妥的狐妖 蹦蹦跳跳地离开了这里 就这样 货狼丢掉了三只鹅 就连鹅女掉落在这里的耳中 也化成一缕青烟 随风而去 一同丢失的 还有霍狼的心 多年后 小虎再次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那年 小虎举着一只狼牙说 这是自己给住在山子的女孩 林林的 林林嗅了小虎去说 这只是颗狗牙 孩子们却纷纷质疑 林林也无法分辨狼牙与狗牙的区别 大家喜闹的时候 小虎的猎人爸爸回来了 林林尽尽重跑回了山里 小虎把责怪孩子们 不该来山里玩 这里很危险 山里也不可能有人 随后将小虎带回了家 叮嘱他下次 别再往山里跑 躲在大树后的林林 注视着这一切 有点落寞的 将大山伸出走 走了一会儿 将衣服脱掉放在树下 变回了一只小白狼 投入了狼妈妈的怀抱 原来他是一只狼 足之林林已被人类看到 狼妈妈准备 明天就带林林搬家 林林不明白 自己明明和人类差不多 为什么要搬家 又要与刚刚交道的朋友 告别了 这时林林掉牙了 妈妈开心的说 林林换完牙就长大了 第二天 林林亲自己牙 带给孩子们 告诉他们 这才是真狼牙 小虎不服 凭啥说这个就是狼牙 自己那个是狗牙 林林想先他们解释 却又不能说出 自己是狼的事 饭愁之时 孩子们的猎人爸爸来了 小虎拔一眼看出 林林给的的确是真狼牙 可如今狼蚁被猎绝 这狼牙又是哪来的呢 于是小虎拔邀请林林 到自己家去吃饭 想想他了解 是在哪发现狼牙 虽狼妈妈也告诉自己 不能吃人类的饭 但盛情难缺 林林没能拒绝他们的邀请 还是去了小虎家 从没烤过火的林林 将双脚放在火盆上 与小虎一起开心的取暖 与小虎嬉闹着 这时候 风势的炖柔大餐胜多了 坚不解忧惑的林林 无法低等 香气扑鼻的肉柔大餐 很快露出了野心的一面 风卷残云般 接连将食物 胡伦吞进腹中 一旁的小虎看少了眼 人小虎吧 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猎人 很快看出了林林的古怪 眉头越皱越紧 随由点燃外污的灯 换来了其他猎人 吃了人类食物的林林 很快变得不正常 看东西茫茫朗朗 恍恍惚惚 他知道自己要变回狼了 匆匆向外冲去 其他猎人跟在身后 打算放长线丢大鱼 林林拼命向山里跑 努力克制住变狼的欲望 终于见到了妈妈 这时候猎人们也追来了 其中一位猎人 拔进变朔 好歹躲得快 眼见小虎巴也拉了弓 狼妈妈推开林林 开始蛇皮走位 想引走猎人 经过一分激战 猎人们兵分两路 一路去追林林 一路在此对付狼妈 想去救女儿的狼妈 被猎人套住 又挨了小虎巴一刀 再看林林 他躲在一处岩石下 本以为没被猎人发现 却还是和第一集小猪的命运一样 刚出来就被套进了麻袋 关键时刻狼妈出现 扑倒猎人救了女儿 然而此时狼妈也已身负重生 很快又吃了一剑 倒在地上咽了气 愤怒的林林 扑到小虎巴身上 连脑带咬 最终两人一同坠下了山崖 没回来的人告诉小虎 林林是一只狼 在那小虎的记忆中 林林从来都是个可爱的姑娘 恍惚间 小虎仿佛又在水中 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她 乡村巴士带走了王孩和神仙 上小学的最后一年 村子里开通了巴士汽车 乡村巴士每天晚饭前准时经过 公炉对面 王孩还站在那里 一边摇晃着身体 一边等车 家中的虎子像往常一样 躺在门口等男主回家 之后发生的事 大概是从男主看到自己有三个影子开始的 小男主问老妈 为啥自己会有三个影子 老妈似乎有意回避这个问题 让儿子再包火花生就去睡觉 明日还上学呢 这是男主就读的小学 每天下学后 男主就会去山里捉蚂蚱 捉到蚂蚱后 为房子飞走 换用狗尾草从他脖子上穿过去 山路尽头有个老庙 很多夫妻都去那里求子 在神像前许过院后 拿走一堆小鞋 如果最后有了孩子 就要来还院 男孩坐十一双小鞋 女孩坐十二双小鞋 挂在庙门前 山的另一处 还有个山洞 听说村里的王孩 就是被藏在里边的妖怪吓傻的 他每天都在村里转悠 有个特别爱好 站在公路边等车 刚开始乡村巴舌经过时 还会停一下 但见他从不上车 巴舌便再没为他停过 每次等车时 王孩身上总会很有节奏的 一直摇晃 像是在祷告 村里的三爷爷说 王孩就是小时候钻山洞里玩 被藏在里边的妖怪给吓住了 这天三爷爷要给小男主 做香唇牙拌豆腐吃 去屋里切豆腐吃 竟然有只蓝色的小鬼 在帮他打下手 离开时 男主还看到 两只小鬼扶着三爷爷一同进了屋 这天深夜雨越下越大 两个影子悄悄摸进男主家 摸摸虎子头 带走了他 人物又来到三爷爷家 尝了尝小蓝管地里的半豆腐 他们又去山洞看了看 人物一起来到庙前 泥娃娃的灵魂 一个个跳了出来 原来鬼神们 是知道自己的家要被拆 打算一起撤离 虎子身上的疮病太严重 终于不治身亡 尸体上长满了难力的小草 这晚乡村巴士缓缓驶来 狗子灵魂 与庙里的神仙 小鬼娃娃们出来 陪在王侯身边 一起登上巴士 离开了村子 后来 很长一段时间再没见到王侯 这时才听人说 王侯是因为小时候发烧 才把脑子弄坏的 再后来 村子里发生了很多事 有外地来的人 想承包村子周边的田地 用来种经济作物 盖房前 在山路中间掀开了个公共厕所 但后来 包地的事不了了之 只留下公厕 在农村 人们去田地里方便非常普遍 这里的公厕 便显得格格不入 周围的土地上 依然种着粮食 等到寒冷过去 迎来新一轮耕作 小满 四个娃娃在水里玩皮球 你传给我 我传给你 这时 球不小心弹到了远处 小满主动去捡球 它的水性很好 很快游到了球边 这时 一阵乌云飘过 球被一只巨大的水怪弄跑了 小满被它吓得落入水中 呛了不少水 好在最后 还是有惊无险地逃离了这里 受头惊喜的小满 被小伙伴们送回来家 之后 便对水产生了心理阴影 之后的日子里 甚至连水都不敢喝 看见鱼缸都觉得恶心 母亲只得将鱼缸拿了出去 几日后 小满好些了 小伙伴们 拉着它去一个大院子里边 门上了锁 他们只得从墙上翻了进去 院子里有口井 小伙伴们相继下了井 小满也跟了下去 井下有艘大分船 伙伴们玩起了海战游戏 这时候小满发现 小伙伴们都不见了 那只恐怖的大水怪 再次出现 将整艘船 叫做天翻地覆 原来是小满多噩梦了 不久后 小伙伴们要去那个院子里玩 这次 小满看到船上的灰镖 就是那只 把他吓坏的大水怪 其他小伙伴 却觉得这灰镖很好看 认为是个宝贝 想将这只漂亮的灰镖捅起来 却不善弄坏 摔得粉碎 小满觉得很可惜 将它带回家 用浇水粘起来 放进了箱子中 人物便沉沉地睡着了 这次 他又做了个梦 大海怪再次出现 将球还给了他 似乎是在向小满表达感谢 这天 妈妈带小满去及时买鱼 店家正在售卖 刚捕到的大年鱼 原来它不是海怪 只是条长肥的大鱼 妈妈问小满要不要买 最爱吃鱼的小满 却拦住了妈妈 让它不要买 小满再次来到那口井中 这里也空空如也 不久后 这口井被人们填上 改建了 小满将那只 黏鱼的徽镖取出 挂在墙上 这个徽镖 似乎变得 没有之前那样好看了 飞鸟与鱼 阿公独自居住 在一个荒岛上 岛上有些废弃的建筑 他把其中一个地堡 改造成了家豪工作室 岛上的生活很安静 朝长酬息 日出日落 时间仿佛凝固 阿公很喜欢这样一个人安静的生活 直到这天 他遇到了一个来自外星的美丽女孩 女孩说自己叫8199 来自B612星球 他是来这里探索宇宙的 这里只是他无数随机产生的目的地之一 他说自己只是个信号而已 见小八接近建台 阿公冲过去阻止 却触犯了小八的防御系统 受到攻击的男主险些当成去世 醒来后不久 暴风来袭 地堡没电了 阿公打开备用的柴油发电机 重新恢复了电力 地球上的美食 令小八大赞美味 这是艾利斯的声音 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一般鲸鱼歌声频率在15到25赫兹 艾利斯却是独特的52赫兹 所以无论他发出多少信号 都不会得到回应 只能孤独的歌唱着 这世界有很多人和艾利斯一样 久久等不到一个回应 每当深夜 孤独的他们需要听着白灶音 才能安静的入睡 艾利斯孤独的声音 有很多听众 听门这些小八问阿公 你也孤独吗 阿公说 我有艾利斯 第二天清早 阿公发现 小八打开了自己隐藏的地盘文件 吓得赶紧合哨了电脑 小八现学现卖 提出与阿公接本 和他进行情感交流 给阿公吓坏了 小八给阿公做了一桌子豪华大餐 看到雨哥我都饿了 还改良了岛上的风力发电系统 再不用担心电力不够了 随便小八将阿公拉到海滩上 这是他给艾利斯设计的伙伴 顶上是螺旋脚 身体里是用管道串起来的 各种飞机塑料瓶 海风吹进这条管道时 他能发出和鲸鱼一样的歌声 都是52货子 这样阿利斯就不孤单了 小八说 鸡片有时候是最好的保护 就像他现在看到自己的样子 只不过是信号把它折射出 和人类相处的形态而已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开始加紧制作 终于完成了 这形状看起来很像那种 一旦离开海岛 便很难活下去的几围鸟 海里的亮光是捕鱿鱼的船 鱿鱼喜欢光 在夜晚受到鱼船灯光的诱惑 就会聚集过去 小八倾慨地说 他也喜欢光 这时候两人点燃 这只巨大的几尾鸟 将它放进了海中 阿利斯终于有了伙伴 开心地跃出海面 这时小八突然变得十分虚弱 说自己要下沉了 原来之前小八曾说过 自己只是个信号 像这块石头一样 从本体上被投递出来 弧线跳跃地飞向宇宙各处 随着距离越来越远 跳跃间隔会越来越近 最后短暂停留 沉默消失 下沉后 它会和大海融为一体 从理论上讲 捧起大海里任何一捧水 里面就会有 81199个小八的分子 这次阿光接受了 小八提出的接吻 吻生小八的瞬间 二人穿越了时间与空间 见证了宇宙的爆炸和泯灭 生命的诞生和死亡 二人融为一体 读懂了对方 彼此拥有 又彼此失去 最后小八只留下 曾穿过的衣服 几尾鸟也燃烧着陨落 小卖部 故事发生在北京市 北海公园附近的 一个小胡同里 街头贴出了 近期古庙将进行 翻键的通知 杨大爷从往常一样 用一块抹布 给庙门口的石狮子 擦着头 他就要搬去楼房住了 对小卖部小老板说 以后这差事就交给他了 随便又坐在门口唠叨起来 让他别再玩手机了 不然也不至于到 现在还没找到对象 让老妈掏碎了心 一只小鸟正在桌子 凳子上的零食 里边有张大奖中奖券 上线晚十点死胡同口对讲 老杨感叹 这年头骗的太多 傻子不够用 拿了板包往家走 哪只都刚走 中奖券竟然自解长头跑了 胡同里 四只拥了的野猫 正在晒太阳 街风四邻和老杨打着招呼 老杨随口应付着 提醒快递 别在胡同里开这么快 容易撞着人 随又告诉邻居 房顶上的野草该拔了 看脸下齐的哥几个 下水游了圈涌 邻居大哥告诉老杨 隔壁那破庙要进行分件 搬家前别忘了领扰民费 胡同口 敷脸的邻居大婶 一脸羡慕地对老杨说 等住进楼房 您就有儿媳妇给做饭了 然后将水费单交给老杨 老杨却又看到了 那张中奖券 今天的晚饭是炸酱面 儿子打来电话 催老爸早点搬去楼房 和他们一起住 老杨切与东西 没收拾完为借口 没说两句便挂住了电话 他不是不想去住楼房 而是舍不得 这间老平房与邻居们 这里承载着的 所有的美好回忆 晚上去扔垃圾时 正奖券突然变成了一只老鼠 嘿 耗子成精了嘿 他说自己叫巧克力 是这片最大的官 这黄鼠狼就大黄 告诉老杨 你中奖了 得和我们走一趟 老杨没理他俩 想走 却被一股不知名力量 掐住了脖子 前边还出现一只大黑猫 老杨被胁迫地走进了老庙 开门的俩老头 长得很古怪 进屋后 看到了这间老庙的全貌 这点阴气森森 这是闹鬼了不成 然而下一秒 老庙也变了身 就椅子和两只狮子跑了出来 椅子将老杨抱上了座 老杨切生生问他们有何贵干 耗子让大爷再仔细瞅瞅 这些可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 原来这俩狮子就是庙门口的石狮子 俩人感谢老杨对自己的照料 因为有他哥俩才会保养的这么好 门魂兄弟也感谢老杨 自从他吼完 门前都再没停过车 虽然你不大友善 却是个善良的老头 不久后 住进楼房的老杨回来看望邻居 顾妙分心带来了许多游客 小麦不得生意好了 小老板也不玩手机了 老杨拿上报纸 诱惑到了自己的老平房 按下门链后 门自己开了 原来是门还老朋友来帮他开门了 玉兔 小王是银河环卫队的一名清洁工 负责清理宇宙中的垃圾 这天他干满宇宙里的活 打算返航地球时 BOSS发来消息 大骂他消极代工 再这样就炒鱿鱼 挨完骂后 太空中一个巨大垃圾飞来 小王联盟驾驶的飞船堵闪 结果飞船直直撞下了月球 破镜后 小王发现 飞船且动不了了 月球上也没有手机信号 穿后宇航服下去修理 却直接收获了电源 这下回不去了 与其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耗死 不如来个痛快的 不过也好 这样就不用还银行贷款了 但他忘记了 月球上的重力 是地球上重点的六分之一 最后只在地上砸了个小凹坑 这时一只机器兔 扑上来喊他上心 给小王下一机灵 小兔以为 小王是来接他去地球的 还拿出神仙谱给他看 小王翻了解才明白 这明明是给小孩看的儿童书 哭笑不得 小兔说 他家主人嫦娥仙子 外出多年 留自己看家 小王明白了 这是被丢弃在这里的机器人 不再搭理他 决定再是一次 躺在地上给自己断了气 然而小兔又给他打开了氧气 反复几次 怎么赶都赶不走 揍势不让他死 因担心小王再寻短见 玉兔不停出现在面前刷存在感 给小王烦透了 这时小兔看到 有远着垃圾坠落 将小王偏命拖到了安全基地 这个温馨的小屋 就是他的家了 这片上的女孩 就是他的主人 俩人从小一起长大 主人外出前 让他看家 屋里的东西都是主人留下的 小兔偷偷不拒地说着 有关主人的事 人物跳到充电座上 给自己充电 很快又精神满满了 看见电池 小王立马不困了 只要有这个 飞船就能启动了 但固执的小兔就是不给 因为这个是主人的 于是小王将部分的动画的手机 拿给小兔 吸引他的注意力 趁机悄悄拿走了电池 小兔很快反应过来 追了上来 结果小王一个脚下半算 摔了个狗吃时 为保护电池 小兔挨了一下子 然后拎声电池 与小王往回走 小王却不领情 对小兔说 你就是个指挥运转 基础程序的美脑的机器 和外边那些垃圾一样 你主人早不要你了 此时 一只巨大的宇宙垃圾 砸了下来 小王眼前一黑 总算死了 才怪 他发现 自己竟然在飞船里 飞船也能启动了 原来小兔是专为宝宝设计的 家用型服务机器人 当时就是这个广告牌砸下来 是小兔救了小王 随便自知也不再被人需要的小兔 将电池装到了飞船上 给了小王 良心发现的小王 跑回基地 重新启动了消眠的小兔 将小兔的所有家当装上 带他回地球 去找他的主人 嫦娥姐姐 中国奇谈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哔哩哔哩 联合出品的原创网络动画短片合集 在网上播出后 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 评分直接标到9.5 远哥我是80后 小时候看过许多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 天书奇谈 阿凡提 劳山道士 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上影制片厂的动画 在全世界都是遗留的 上影的动画 是我童年的一部分 在我心中 一直占有一席之地 只可惜后来上影制片厂 便很少再做动画了 直到前几年 才将一些老动画 重置了一批4K高清版 如今时隔多年 能再次看到上影出品的动画 令我无比激动 而这次网友们感受的高评分 不只是因为情怀 还因为这部剧 的确值这个分数 第一季 小妖怪的夏天 是个温馨又很忠实的故事 也是我很喜欢的水墨风格 小猪幽 一心想干好自己的工作 第一次做剑时 不惜拔光好友绅士的毛 只为让剑飞的更稳 明明自己的设计更先进 且没有按照熊教头要求的去做 背后去重做 这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职场 有些自以为是的领导上司 喜欢唯我独尊 不在意不尊重员工的努力 与创造性 只因为员工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做 就认为这个员工不听话 不是好员工 不忠用这样的员工 第二季 呃呃呃的诡论画风 一定很对恐怖迷的胃口 讲的是人性和欲望 每个妖怪 表面上都和自己的心上人 你弄我弄 心里却都藏着另一个人 一环偷一环 最终原本老实人的霍狼 也坠入了情网 却不知 鹅小姐对自己是否真心 她是真心想和自己好 还是想利用自己离开山里 最终因这份 对感情的不信任与犹豫 失去了这次的机会 仍然在这次经历后 被勾起的欲望 已无法消退 只会愈演愈烈 第三季林立在网上褒贬不一 有人说这些想让观众 对狼产生共情 利益本来就是错的 但在宇哥我看来 这集没那么复杂 就是一部歌颂母爱的故事 不管什么物种 当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时 母亲都会为了保护她 不顾一切挺身而出 妹子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很多人不喜欢这集 也许认为这集不够成人 和之前两部的风格不太一致 乡村巴士带走了盲孩和沈县 这篇敢写这么长名字 导演绝对是个狠人 这集将设定放在乡村 从小生活在城市中的宇哥 确实没什么发言权 也没有太多共鸣 有人说这集中的巴士 代表了现代化 也有人说 他们告别的不是妖怪 是童年里的各种回忆 宇哥我很认同 我的童年是由洋画 水枪皮管 漫画书红白机 足球篮球组成的 我们的区别只在于 小时候玩的东西不一样 小满是这三集中我最喜欢的 这集的鲜艳剪影画风 美轮美奂的忠实建筑 物品 真正拍出了东方风格的美感 配乐也十分有特色 强烈推荐大家去刷远片 这集以鲜鱼为瘾 讲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 小时候我们都很懵懂 很多我们小时候由于不懂 不了解 看起来很可怕的东西 长大后再重新去看 会发现和我们当年 看的感觉不一样了 原来它们并没有那么可怕 还有很多小时候 我们觉得很厉害 或是很特别的东西 长大后由于心情的变化 发现它们并没有那么特别了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 飞鸟与鱼 在豆瓣上被网友骂得很惨 宇哥只想说一点 这集无论画风还是剧情 一点看不到中国的影子 满满的日式风 和烂俗的山情情节 这还是中国奇谈吗 怪不得连导演自己都道歉 这集拖了中国奇谈的后腿 作为一个土生土生的北京人 小麦布这集很戳宇哥我的心 虽然给杨大爷配音的声音 实在太过年轻 令人有点出息 其他几位角色的北京话口音 也不是十分标准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小时候我们老北京人里 确实有很多像片中杨大爷这样 喜欢到处管闲事的人 一天都玩满胡同溜的巡视 谁家的事他都知道 谁家的事他都会过问 外地人出到北京时 若遇上这种老头 可能会误解北京人排外 其实不然 杨大爷 其实是个很善良的热心人 只是说话那股劲 让人不太适应 宇哥我二十岁前 一直和姥姥生活在胡同的平方里 虽然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年 但我仍对小时候住的琉璃场胡同念念不忘 如今已在楼房住了二十年 仍然很怀念之前住在平方里的那段日子 听声还会做梦梦到胡同 梦到我当年住的东南园47号小平房里 与郭氏多年的姥姥一起生活 如果有钱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 买回当年住的房子 回去居住 那时候整条胡同的住家 我几乎都认识 每天见面遇到都会打招呼 大杂跃着邻居们也如同家人一样 缺了柴米油盐直接去接 互相帮助一起闻耍 如今住进楼房多年 我却连同一层的邻居都认不全 再找不回当年的感觉了 如今宇哥我也四十岁了 愈发觉得年纪越大就越怀旧 我几乎每年都会回去转转 看看小熟猪的胡同 都当年经常玩着地方走走 通过尚存的建筑寻找到当年的回忆 每次触发回忆 都是一种伟杂的感觉 只是如今还住在那里 我一个也认不到 也不敢认了 我相信那二十年的回忆 会伴随我一生 永远也棒不掉 第八节玉兔网上褒便不一 这节是和狼来了类似的不偶动画 宇哥我很喜欢这种怀旧风格 机器小兔的奏型与配音 也都很可爱 故事其实也不差 宇哥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一批航空科研人员到地球口上 建立了基地 其中有科研人员带女儿一起来到了月球 小兔是被数据用来照顾宝宝的保姆兔型机器人 科研人回地球时 因种种原因 没能将机器人再带回地球 可怜的小兔便被遗忘在这里 苦苦等待主人的归来 带他回家 结果这一等就是几十年 最后等来的不是主人 而是男主 由于他一开始就是来保护主人设计的 随男主有任何危险举动 他都会第一时间阻止 故事很温馨 结局也很圆满 只是这个故事的设定有点勉强 中国神话故事中 月球上住着玉兔和嫦娥 主创便给月球上设计了一个兔型机器人 月叫嫦娥的主人 但在观众看来 将小兔替换成小熊 小狗 小猫 等任何造型的机器人 这故事都能成立 和中国传统文化 几乎沾不上什么边 像是为了中国奇谈 而是中国奇谈 这种强行拉关系的感觉 总感觉有点别扭 虽然整部剧制度水平良有不齐 但总体来讲 还是保持了很高的水准 这次的大胆尝试 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国曼的希望 希望圣美能再接再厉 继续勇于创新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动漫 不知道你们最喜欢这部剧中的哪集呢 好了 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看在远哥第一时间报歌的份上 长按个点赞支持下我吧 谢谢您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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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